他们所有人认为习克王都不可能有明年的寿命了 他们不这么认为了 他们一句话带过 他说我们了解的他健康和他的安全和各个方面 他们也很信那种神力神神叨叨 所以他们这些神秘主义者 他们就是一句话带过 他不认为习王有明年年底的寿命了 就这么简单 二十大都觉得就这个笑话 哪有什么二十大 没有二十大 他们比我们看的还准确 为什么西方现在对着中共的代言人 就是在我们活着的情况下 希望中共的倒塌不把人类给毁掉 就像希望俄罗斯不要去把英国扔一核导弹一样 现在在俄乌战争中发挥的不是政府 是这些招折地 哥们你别扔 你也扔不出去 我们把你钱给你看住 你女朋友现在在土耳其在沙特在中东某国 我保护你 但你别扔 你扔英国了 因为英国毕竟是人家西方白日的祖堂 你不能这么扔 是吧 你别干 反过来说了 我也给你找好代理人 你下台以后保证不清算你的账 这是战友都不能明白的 就中共这边是什么 一样 就是你们这家族 哥们他是肯定完了 希望肯定完了 我告诉你们 你完了以后你看谁行 谁谁行 汪洋还是胡春华 是吧 还是谁谁啊 是吧 你看谁行 谁行 咱说一个 你们说行的 但是呢 你一定要走民主化 法治化 给你个过头去 你们这人钱我都给你保住 没问题 啊 您好 感谢观看